我带着你们去参观 了解这边的历史文化 首先的话 我们来到韩国了 先用韩语打一下找我好不好 好了 很棒 这个地方叫成义民俗村 然后这个村庄在1984年的时候 整个村庄被这个国家保护下来 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大长津拍摄的地方 然后也是什么呢 大长津的被流放的地方 所以保留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 首先的话呢 来到这个民俗村 我先教你们几句 这里以前用的土方言吧 韩国的话呢 来了你们有学的几句了 好谢谢 然后呢 漂亮 帅 怎么说 我洗手 没有洗手 好吃 没有洗手 这个村庄的话呢 还有就是什么呢 以前用的语言 这个人的话呢 会称之为巴黎 巴黎就是人 然后女孩子没结婚之前 不论多大年纪 都会称之为皮巴黎 皮巴黎 就是像这样的话 阿嘎西 然后结婚以后 女人是什么呢 能巴黎 是以前的语言 阿 阿 叫什么 能巴黎 嗯 阿猪嘛的话呢 是什么呢 普通话的嘛 现在的语言 以前的语言的话 就是能巴黎 结婚以后 嗯 然后男孩子 男孩子的话没结婚之前 会称之为同巴黎 黄巴黎 黄巴黎 你们结婚了还是没有结婚 结婚了 结婚了 你们都是结婚了是吗 没有 只有两位是吗 对 在这里的话呢 结婚以后的男人的话呢 地位比较高 所以呢 会称之为王 王巴黎 对啊 所以会称之为王巴黎 为什么呢 集中到这里呢 男人少 女人多 以前的时候 男人在这个地方 随便娶老婆 每天的话 不用去做工 生活的像王一样 所以呢 是王巴黎这样 发酵的呢 是五味脂 五味脂 嗯 这一个果实 五个味道 而且这五个味道什么呢 保护嘛 五个内脏的 你身体哪里不舒服的时候 他还会喝出另外一个味道出来 可以诊断你的身体 嗯 但是这个五味脂是什么呢 和蜜糖 一起的发酵 因为只有五味脂在这里的话呢 它会坏掉嘛 你蜂蜜在里面起的就是反骨的作用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 会有那个酵素嘛 我们人体吸收 所以这样的话呢 时间长了以后 把五味脂成分净掉出来 里面有酵素嘛 我们吸收的能力非常快 所以呢 这个后面单中的话呢 也是什么呢 这家主人做出来 因为我们都已经喝习惯了 所以每家每户都会有种 好看